跟高斯分布有关的 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个博松分布 那么在随机过程里面呢 同样也有一个博松过程 我们来看一下 博松过程它是根据这个二项分布来的 什么是二项分布呢 举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例子 就是我抛N次硬币 这个硬币呢 它未必是均匀的 未必是五五开的 硬币抛下来之后呢 它正面向上的概率是P 那么我抛N次里面 有K次正面向上的概率呢 可以这样来表达 而当N趋近于无穷的时候 它就会收敛向一个博松分布 E负Lambda次方 这边是Lambda的K次方 除以K的阶层 这个博松分布呢 它只有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就是由Lambda来控制的 那么当我们做一个 类似于这样的实验 如果我们做的实验呢 满足博松分布 这个过程 我们就说它是一个 博松过程 所以大家发现 你看高斯过程和博松过程 它们的关系好像并不如 高斯分布跟博松分布 那么直接 高斯过程实际上 它是一个机器学习算法 是用来做这个回归分析 而这个博松过程呢 它描述的 还是一个随机事件的产生 博松过程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一个是增量的平稳性 也就是事件出现的次数啊 只跟你选取的这个时间有关 当N趋近于无穷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把它看作啊 由离散的时间变成了连续的时间 那比如说我从这个T 加ΔT这段时间 出现的次数呢 只要服从博松分布 只跟ΔT有关 至于你这个T出现在 昨天还是明天 去年还是明年 这个是无所谓的 第二个特点呢 是增量的独立性 我未来怎么变 跟前面的这个呢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特色呢 叫做无记忆性 这个例子呢 就是搜索引擎 我们平时上网 在网上要找到一个东西 除了你直接输入URL地址以外 那么主要就是靠搜索引擎 当然了 现在呢 我们用这个手机上的一些软件 APP比较多 也有很多信息的来源呢 是推荐引擎 不过搜索引擎 仍然还是有它非常大的作用 那我们就以搜索引擎为例 看看搜索引擎的背后 跟随机过程有怎样的关系 首先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搜索引擎是怎么工作的 其实搜索引擎呢 就是一个超大型 在线分布式爬虫 爬虫这个程序呢 向网络上的各个地址呢 发送请求 抓取内容 进行分析 打分 排序之后呢 显示在搜索引擎的返回结果里面 那么我们的每一个网址 经过搜索引擎 采取之后呢 都会获得一个分数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分数是怎么给你打的 一个理想的情况是 我们的爬虫非常智能 它能够自动的去理解 阅读并且分析 我们的这个网址的文字 看看 你这个是针对什么问题的 写的怎么样 但是我们想 这个东西对人工智能的要求 可太高了 是吧 直至现在 也做不到这样很好的效果 更何况搜索引擎 是出现兴盛在上世纪90年代 那么实际上搜索引擎的 背后一个核心工作原理 PageRank 就是基于随机过程 它的基本理念是这样的 这是搜索引擎 要给每一个网址打分 我们把每一个网页 看作是网络里面的一个节点 我们知道互联网互联网 网页和网页之间 它是存在着大量的相互引用 这种跳转关系的 那么PageRank 它就是把网址 使得被引用的这种频率 看作在网络当中的权重 然后根据这个权重 来进行排序 那我们看在这个网络里面 B节点最显眼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这个网页 都有跳转到B的一个链接 它是一个非常受关注 受欢迎 在网络里面取于核心地位的这么一个节点 另外呢 我们看E 也是被引用的比较多的 所以E的圈也挺大 你看这个C 就很有意思 C看起来呢 在整个这么多节点里面 C只跟B有关 那为什么它竟然能比E还大呢 原因是 C是承接了B唯一一个跳转方向的 对吧 B作为一个核心节点 其实客观上带动了C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网页构成的一个网络呢 看作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网络 那么B就是一个大佬 E呢 就算是一个万年老二吧 E也有很多小弟 我们可以把这个箭头看作是从属关系 那么E相当于是很多小弟 把它给抬起来的 C则是呢 抱紧这颗大腿 大佬把它给带上去的 两种在网络里面提高PageRank值 排序浮现出来的方式或者说策略 那么我们说怎么来计算一个网页的PageRank呢 首先我们要看 通过这个跳转关系啊 跟某个网址直接有关的都有谁 这个有关又有两种 一个是直接相连 还有二级的间接相连 那么我们的计算过程当中呢 肯定是首先考虑这个直接相连的 然后当我把跟A直接相连的都考察过一遍之后呢 再去考虑间接的 那么这种搜索方式呢 也叫做广度优先搜索 有的同学可能知道还有个深度优先搜索 什么叫深度优先搜索呢 就是你从A出发找到了一个B 然后呢 从B继续看它还指向谁 一条道走到黑 一直走到像C这种 已经变成了一个末端节点 无路可走了 再返回来 这就是深度优先搜索 那么对于互联网搜索引擎排序这个应用来讲的话呢 深度搜索不是太适用 对吧 我们从感性上也可以体会出来 首先你先看跟它这个关联近的 由近即远逐层的扩散 那比较好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公式来总结一下 假设每一个网址都有一个PageRank值 那么网址A的PageRank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其实跟A这个网址自己写了什么没有关系 而是看指向A的这N个网页 就是T1T2到TN 他们自己分别都有多少PageRank值 并且我们说 并不是把所有指向你的网页所带有的PageRank给加起来 它就是这个目标了 还要考虑一个网页 是不是它可以向外散发无数种 它不一定非得是单线联系 如果是一个什么导航 那种3721之类的导航 一个网址上有几百个向外跳的网址 对吧 那么分给具体每一个的 就语录均瞻嘛 每个人分点 数量就很少 就要除以总共出去的 这个外向性链接的个数 那么如何提高呢 刚才我们也总结过 一个是大佬提醒 一个在网络中PageRank值已经很高的 它只要一引荐你 一跳转向你 你这个立马就上来了 或者是呢 粉丝要拍它 你的这个粉丝 或者说指向你的 这个节点很多 他们呢 权重不高不要紧 但是他只要 如果他们别人都不跳转 全都指向你的话 那么你的这个PageRank值呢 积少称多 也非常厉害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个计算这个PageRank 或者叫PR值的一个实例 来帮助大家理解 这样一个简单的小网络里面的随机过程 那既然是随机的话 我们刚开始 不方随机的给它赋予一个初始值 公平起见 我给这四个节点 平均分配每个人是四分之一的PR值 总和是1 那么大家可以先根据这个图猜一下 哪一个节点 它的最终计算结果啊 就是最终的那个PageRank值 会是最高的呢 记住你的答案 然后我们稍后揭晓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一些对照一下 那么说一下怎么计算 这个PageRank的计算呢 它是一个迭代的过程 刚开始我们给每个人赋予了四分之一 这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啊 现在要在这个四分之一均分的基础上 去看下一步 下一步到第一次迭代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要看A 它是这样来算的 指向A的节点都有哪些呢 我们看A和D不相连 A和B是单线联系 只有C有指向A的这个进入的链接 那么C本身有四分之一的PageRank值 它分了三分之一 也就是十二分之一给A 对于B来说呢 一样的过程 B跟D是单线的 只有一个方向 它有来自A和C两家的贡献 A呢贡献了自己的一半 C同样贡献了自己的三分之一 那么它就是八分之一 加上十二分之一 以此类推 经过多次迭代 最终会进入一个收敛的状态 那么经过计算 最终的结果呢 C是PageRank值最高的 然后是D 然后是B 然后是A 我们看C也是唯一一个 跟其他三个节点 都有关联的一个点 并且呢 它是从A和D 两者都有一个向内的贡献 D虽然只和两个节点有关 但是呢 因为它是两家进 一家出 所以呢 也很有优势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刚才这个 写成表格的一个过程呢 写成一个矩阵 这样看起来更加的简洁 而且写成矩阵之后啊 就便于我们用计算机程序 去进行实现 我们看四个节点 可以写一个四乘四的小矩阵 每一列是什么关系呢 表示什么呢 第一列表示A 与其他几个节点的关系 A到B 是有二分之一的转移概率 那么第二行 第一列就是二分之一 A到C 有二分之一 A到D 不关联 那就是零 同样的啊 B 直指向D 那它就指在最后一行 是一 C 指 C的话比较博碍 它在另外三个行上呢 都是三分之一 而D呢 是单线啊 单链这个C 那么有了这个转移矩阵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PR值看作是一个四行一列的一个向量 那么每一次转移呢 都是对于向量做了一个线性变换 也就是左边乘上一个矩阵 于是不管我们现在PR值是多少 是初始的四个四分之一 还是别的什么情况 我们都可以把第T次迭代 乘上H之后获得第T加一次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像高中学的那个数列题目 我们有了一个数列的第一项 又有了一个从T到T加1的通向公式 那么我们就等于获得了整个迭代过程 假设我们需要迭代N次来求出最终的PR值 那么也就是把这个矩阵做成了N次 就是H的N次方 那么这个N是多少呢 其实我们很难鲜艳的去指定一个固定的迭代次数 我们不方设定一个灵活的标准 我们假设如果PRT加1减去PRT 他们俩的这个差 已经小于某一个限度ε了 那么我们就认为 这个迭代过程呢 基本就收敛了 也就说明我们这个状态转移的过程呢 趋向了平稳 这个流量的分发 有多少进来 从哪个点进来 平摊到哪些点上 这个就基本固定了 我们获得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形式 那么这样我们就认为进入了平稳 同样这个稳态过程呢 我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表述 假如PR不管这个N是多少 反正到了第N次的时候 如果现在的Pedrank值在进行状态转移之后 你发现它没变 这是不是就说明我们的系统已经非常这个迭代成熟了 已经非常稳定了 对吧 那么大家会不会求解这样的一个公式呢 矩阵乘向量等于一个向量 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公式本质上是不是就是在求 矩阵H的特征向量 那特征向量是谁呢 对应的是特征值唯一的那个向量 好 那我们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Python代码呢 来把这个计算过程呢 稍微的实现一下 好 因为涉及到这个矩阵和向量的计算呢 我们导入一个库叫做numpy 把它简写叫np 这个应该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 然后呢 把刚才的这个矩阵 把它写出来 用一个嵌套数组的形式 这样隔开 是不是看得更清楚一些 好 定义这个H 还有PR0 那么如果我们只进行一次迭代的话 得到的这个结果 跟刚才我们在那个图表上进行的呢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而且你这里也能看得出来确实是C最大 D次之 然后呢 B 一个小 好 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用一个 求特征值 特征向量的一个方法 是用numpy里面的Lenar algebra这个缩写 它里面有一个叫做eg 就是A根Vector 或者A根Value的这个首字母 我们对H呢 求一下它的特征值 它的特征值呢 有好几个 有一些呢 是虚数 我们这里就暂时不考虑 只考虑这个虚部为0的实数 那与这个实数相对的呢 它的特征向量是这个样子 同样也是C最大 D次之 然后B 然后A 我们下车的特征